爸爸 爸爸 好爸爸 好爸爸 我有一个好爸爸 好爸爸 牛牛 牛牛 来来来来 你唱的什么歌啊 这么动听啊 我有一个好爸爸 这个歌好 这个歌选的真好 以后要唱下去 明白吧 要子子孙孙一直唱下去 好吗 我觉得你不是个好爸爸 这孩子 爸爸怎么不是好爸爸了 你骗人 刚才我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 在我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你说带我去海洋馆 到现在我才弄明白 你带我去的不是海洋馆 是海鲜市场 我跟你说 现在这孩子真不得了 营养太好了 四岁的事都记得起来 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十二岁以前的事什么都记不起来 爸爸 今天必须对我进行走长 你必须带我去趟海洋馆 行 爸爸答应你了 今天是礼拜天 单位没啥事 家里也没啥事 行 去海洋馆 好 去海洋馆了 去海洋馆了 爸爸 我不能说话不算数 你放心 爸爸要不算数 爸爸是小狗 不行 你要去小狗 我不就这小狗咋了 你就带我小狗咋了 好好好 我跟你说啊 咱可说好了 必须把作业写完才能去 好 就五分钟的事 你得好好写啊 好 好 去吧 呦 去海洋馆了 去海洋馆了 大姐哥 干嘛呢你这是 我干活呢 你把这衣服换了啊 跟我去赴个宴 抓你时间 到哪赴宴去啊 我今天请张总吃饭 哎呀 我跟张总又比买卖谈的差不多了 今天签合同 你跟我去 你咔 你就直除 我跟你说 叔叔 我就不去了 怎么了 你说你这个跟张总做买卖 我去也没什么用啊 谁说的 张总喜欢你 我也需要你 每次我跟张总签合同啊 只要带上你 关键时刻你一直除 哎呀 这合同就签了 生意就成了 钱叔叔 你可真喜欢人 我跟你说 叔叔 其实人不能去了 怎么了 其实我答应孩子了 要去海洋馆 啊 找个呢 有没有点轻重啊你啊 啊 去海洋馆这算什么事啊 咱这生意要谈下来得赚多少钱呢 啊 你这么点 你跟牛牛说 这笔生意要谈成了 钱一到手 我给孩子买个海洋馆 你买得起海洋馆 那我给孩子买个鱼缸 我洋馆 你瞎 回头你们爷俩天天搂着龙虾睡 你说你 顺风啊 家里没人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怎么的了 你不能太自私 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 你说以往家里边不管谁有事 只要你有事 就得以你为主 哎 这怎么是自私呢 哎 你好好想想 在这个家里 什么人的事能比我钱人风的事大 放一放 孩子的事放一放 啊 换你时间换衣服 我也去收拾收拾 一会儿出发 哎 敷衍啊 大姐夫 哎 哎呦 我的钱 哎呦 哎呦 搬个男啊 哎呦 我的妈呀 这是你买的呀 哎呦 这今天这是怎么的了这是 我跟你说啊 啊 今天晚上啊 咱家将迎来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 什么外事活动啊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啊 今天回来 哦 我呀 准备在咱家宴请的 你看你 到外边吃多好啊 大姐夫 嗯 你懂不懂啊 家宴才是最高规格的款待 哎 我跟你说啊 牛我可都给你吹出去了 我说大姐夫 什么川菜 鲁菜 叶菜 华阳菜 什么满汉全息 样样都行 我跟你说啊 大姐夫 你今天晚上可别给我丢脸啊 行了 你现在把今天晚上的菜单捋一下 然后郑重地向我汇报 我太早了一天了 累死我了 我去休息了 小米啊 嗯 我跟你商量个事 今天晚上可能真不行了 我答应妞妞了 带她去海洋馆 那海洋馆挺远的 我怕晚上赶不回来 大姐夫 你有没有个轻重啊 妞妞的事先放一放 我的事重要啊 这么的 你今天晚上要表现好的话 我明儿简历 妞妞一条待遇 干啥呀 我睡觉的时候搂一搂 先找一张海洋馆的感觉呀 大姐夫也得说你两句 人不能光想着 自己是不是 你看家里边不管有啥事 只要你有事就得按你这半 不合适了 怎么不合适了 大姐夫 我问你 在咱们这个家 谁的事 有小米丽的事重要 我的事 我的事 我的事就重要 告诉你啊 小米丽的 大姐夫今天是我的私人定制 跟着我去赴宴去 你别添乱 不行 怎么不行 大姐夫今天哪儿也不能去 她就得在家给我做晚宴 我先说的 我 不行 我爸爸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办 他必须带我去海洋馆 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大人的事重要 小孩的事重要 你说 小孩的事重要 还是大人的事重要 行了行了 你俩别吵了 是你俩的事重要 还是我的事重要 我的事重要 我的事重要 行行行 别吵了 大姐夫你那愣着干什么 赶紧说 谁的事重要 快说 大姐夫说 谁的事重要 爸爸你说 谁的事重要 你们俩的事都重要 你俩听话 你这叫回答问题啊 你这样回答问题 你这两面派 就是大姐夫 你就是个强头草 我以后再也不上好爸爸 你是个坏爸爸 对 你才知道 他是装的 我不要好爸爸 我还不如要我坏爸爸呢 对 没错 对 大姐夫 妞妞 看你这孩子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你爸生气了吧 看看 一个一个的 他小 你也小啊 看你俩把大姐夫给气的 我可从来没见过 大姐夫生这么大气 什么叫我俩呀 有我什么事 还不是你先挑的事啊 对 就是你 你老欺负我爸爸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爸爸了 妞妞 你说的对 你就是总欺负我大姐夫 你就是踏着他的肩膀 踩着他的鲜血 踏着头踩着的 住嘴 我的天 哇 什么意思 大姐夫 你打算这个扮相 跟着我去见张总啊 你要把他吓死 你去准备 就这个造型 晚上跟我闺蜜玩cosplay啊 爸爸 你怎么叫家里的海盗呢 爸爸就是海盗 爸爸是家里边海盗 刚 你把你给你走了 站住 钱师傅 干什么 今天我要说说你 干什么玩意 怎么了 什么你怎么了 啊 你看你那样吧 你 有点什么事就挤着你来 家里边就不能来个人 你看你嘚瑟 你进来以后 我们家首富是谁 我护着 看什么汉子 换个词行不行 就是 你以后说话 能不能注意点 还有你 你比他强不上哪去 你说你 老大不小的 懒得吧 酱油瓶子倒了 你都不知道扶一下 就你这还能找婆家吗 找个溜 霍言 给你点个算 还有你 你看你这两年变的 家里边所有人都围着你拽 你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一点伤了都没有 还有你考试的时候 那个前前后后 你看你那个样吧 考试前 我这一句话都不敢跟你说 你说跟你说多了 给你巨大心理压力 考完以后 我还不能问你成绩考得好坏 你说反正已经考完了 为什么已经没有意思了 最可气的是 你考不好了 我还得表扬你 我还不能批定你 我还得说 闺女 考得好 没问题 考差点 不要紧 爸爸就喜欢你考差 你考得越差 爸爸越喜欢你 你说这爸爸当时有什么意思 爸 别叫我爸 叫我加勒比海盗缸 叫我加勒比夫 加勒比夫 那个加勒比夫啊 不要叫我加勒比夫 叫我大姐夫 到底叫我差 太好了 过过过过 平时我就太纵容你了 今天我得给你们立个规矩 下什么 过来 你不叫我陪你去吃饭吗 可以 拿钱 按钟点走 一个钟五百 怎么的 大姐夫 你不是那种爱钱的人 怎么的 我就爱钱了 怎么的 你 不是让大姐夫做饭吗 拿钱 多钱呢 这般酒洗走 一桌八百 大姐呀 还有你过来 还有你过来 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海洋馆吗 爸爸 你不会管我也要钱吗 我还没挣钱呢 不要紧 你干家务活比赛 现在开始干活 拿多目多地 爸 多地 喂 姐夫你干啥呀 把孩子都心疼了 干什么你 我都不认识你了 你还是原来那赵刚子嘛 你大姐夫啊 你抽什么疯啊 你还是原来那大姐夫吗 来 过来 到爸爸这儿来 你别怕 爸爸现在不是海盗了 过来 妞妞啊 你一点一点长大了 有的时候你得养成好的习惯 是不是 你不能什么事都以你自己为主 你得想了想身边其他人 你看你今天 你二姨夫要请客吃饭 那么大的买卖叫爸爸去 你非得要去海洋馆 你小姨 朋友从国外回来了 叫爸爸做个饭 你就非得去海洋馆 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爸爸 我明白了 爸爸 爸爸我错了 我不去海洋馆了 只有你是好爸爸 我不以为我 爸爸 爸爸 爸爸刚才给你演戏 我明白了 我明白我大姐夫的良苦用心了 我在这个家里确实有点霸道 大姐夫这么地方 你今天还是履行你的诺言吧 带着妞妞去海洋馆吧 别别别 你那个合同很重要 吃饭的事 没事 我给张总打个电话 我跟他说一声 今儿就不去了 张总啊 今儿我没法请你吃饭了 我大姐夫这不带着他孩子去海洋馆 这早就答应孩子的事了 好嘞 好好好 赵刚呢 你就是我的吉祥物 你相当于金丝红 怎么回事 我给张总说了 有你的担保 这笔生意 今天晚上就跟我签 不用吃饭 真的呀 那太好了 我觉得我也太自私了 什么事只想着自己 这么着吧 你还是带妞妞去游乐园 我现在就给我闺蜜打电话 告诉她晚宴取消了 对对对 你那闺蜜啊 好朋友回来一趟 明白你那是晚上的事 我看这样 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走 咱们去那以后啊 简单看一看就回来 好不好 好 不耽误晚上做饭 就是路上有点远 大姐夫 没事 你打车去打车回来 车费我出 哎呀妈不少钱哪 你有钱呀 是怎么着 怎么着 我开车送你们去 然后开车接你们回来 不耽误你晚上起过 哎 他这不是我吗 你也回去了 这样我正好可以给妞妞当向导 我还给你重点介绍一下 待遇 小明你放心啊 今天晚上这饭 我给你做的好好的 对 你放心 我出两瓶酒 我陪你们那同学 什么喝的好好的 谢谢大家 咱们全家这都出动了 这多好啊 是不是 我跟你说呀 其实人就是这样 不能光想着自己 对吧 多想着点别人 人不能太自私 老话说 家和万事经 对 只要咱们全家拧成一股神 没有干不成的事 行了 等一会儿 我今天之所以啊 煞费苦心的演了这么一出戏 我是有思想的 我要说一下我的主题 不是 大姐夫 我得发动车去 不发动车真晚了 哦 好 那个小明 我今天之所以煞费苦心演这么一出戏 我是有主题的 那个大姐夫啊 这个道挺远的 我买几瓶瓶水去啊 走了 爸爸今天演了 爸爸已经赶不上海图 你要演了 小爷等等我 他们不听没关系 我照样把主题说出来 我跟你们说啊 人不能太自私 要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好伴 不能当海盗 这主题多好 多深奥 我多佩服 不听不要紧 放说跟他们聊